前女友的照片 因為圖片比較多 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因為照片只有一張 而且已經分手了 是不是 要不然就帶現在女友 折磨自己 折磨一輩子 對啊 這也是我好想的 蔡依林 世界末日 趕快來 好 下一題 馬友友的專輯 我要塞杯子 那邊沒有音響耶 就是風到上面有音響耶 他可以看著馬友友的專輯嗎 就是 好吧 那Playboy好了 對 馬 這我要說我也是選這個 妳也選這個 對啊 超過前女友的照片 因為圖片比較多 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因為照片只有一張 而且已經分手了 對 是不是 要不然就帶現在女友 看來折磨自己 折磨一輩子 對啊 你家有Playboy嗎 沒有 通常沒有過 沒有 你家裡有任何裸露的 圖片 Calendar這一類的 沒有 你家應該滿多的吧 你都沒有從網路上print下來 任何東西 沒有 你剛剛遲疑了 硬碟裡面就有了 硬碟裡面有對不對 不然也太可疑了吧 好 下一題 請問 你的初吻發生在幾歲 在什麼地方 請作答 13歲 在學校的舞會 學校舞會 學校舞會就不是一個真的kiss 就只是禮貌性的kiss 是嗎 那 跟女朋友 就是跳舞跳一跳就親起來 對 初吻 有Aerosmith的歌在放 有沒有 然後就很忘我 其實什麼歌 什麼歌 那個 這歌有什麼好接吻 就很激烈有沒有 搖滾情歌啊 然後就 不管旁邊的人的目光就 還是大家都已經吻成一團 沒有意象 因為很專注 很專注也在吻 就是focus這樣 然後吻完之後 就帶她離開現場嗎 沒有 吻完之後就尷尬 不知道要怎麼辦 就是碰到了 然後 就沒想到 接下來要怎麼辦 對 下場是什麼 然後咧 就以為 應該就這樣就結束 所以只是碰到而已 就繼續跳 這樣 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樣算初吻嗎 應該算吧 嘴巴碰到嘴巴就算吧 對 OK 還是說要有蛇吻才算嗎 照另妹的標準的話 一...或是我妹的 可是一般第一次初吻 都是不會蛇吻吧 對 沒有... 所以她是真... 妳就是去舞會 就是專門帶了女朋友去的 不是在舞會上 才對她有感覺 沒有 是帶她去 對 哇 那個時候有很多女生像 就是像那個 哈利波特裡面 期待被哈利波特選中那種說 我要被你選中去 並沒啊 沒有嗎 並沒啊 我看過王力宏以前讀書的照片 是那種 是真的不會有 好學生的那一種 就是 那種很辣的學校風雲女生 都不太會接近她的那一種 真的 她以前是那種 呆呆的學生的感覺 對 看起來沒有很 迷倒眾生的樣子 對 哇 謝謝 還謝謝 是不是 是不是好了 好 下一題 請問 妳對女朋友說過 最浪漫的一句話是什麼 請作答 沒有摔破的話就要回答 我們在這邊是不是很危險啊 這一句哪有那麼難啊 因為我覺得沒有摔過杯子應該 趁機 因為我大概知道 標準在哪裡了 其實好 好 已經破了 可以了 所以 其實這一題沒有那麼可怕 對不對 你只是想摔杯子而已 但是最浪漫的 講出來就不浪漫 講出來一定是 很噁心 很噁心 OK 好 下一題 下一題不要摔那麼用力 沒有 沒有什麼限制啊 那你有希望嗎 希望幾歲可以 以前可以結婚 沒有啊 女生 我通常都聽到說 女生有試婚年齡 沒有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 因為像男生 譬如說他最近會覺得 我事業要拚到幾年之後 要想要結婚 每個人都會給自己的女生定一個 我大概也會有啊 就是看事業狀況如何 就會定一下 幾歲 我希望35歲以前結 還滿晚的嗎 對啊 就是我定的目標 就是一定也會有定吧 為什麼 但如果那個時候還沒有遇到 你覺得已經要 要這一輩子都跟這個男人 會先設定幾歲 但如果沒有遇到 他就再看狀況 還是覺得你 如果到那個時候 你可能會對男朋友 就是 莫名其妙加分 或是突然 認識一個人 當天就決定結婚 也不一定 但會先自己設定 就大概幾歲的時候 人生要怎麼走 那你 你會比35歲提早結婚嗎 我不知道 因為你也知道 我做人不安排得出牌 那你設定個屁啊 所以 我真的 不落俗套了 還是要先設定一下嗎 譬如說你也會設定說 以後生幾個小孩 設定幾男幾女這樣子 你有要小孩嗎 有 絕對要 絕對要 但是我沒有設定要幾個小孩 沒有那麼細 因為 為什麼你知道你絕對要小孩呢 要有太愛小孩了 不一定要自己的 也可以領養 你可以去當幼稚園老師 這個也更遠一點 所以領養小孩 你也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 然後你可以忍受 小孩就是很吵啊什麼 你在那邊量15秒的音樂什麼 他在旁邊尖叫啊什麼 我可以戴耳機啊 我很喜歡啊 對 超喜歡 因為我弟弟 我弟弟比我小9歲多 所以從小都是我在帶他 我就覺得 然後我哥哥 今年 上個禮拜又生了一個小孩 去年也生了一個小孩 我就覺得 這小孩子 真的感覺很棒 請問什麼叫做 從小是你在帶你弟弟 我弟 怎麼帶 就是 換他尿布啊 餵他吃飯啊 就是我在做 你會換尿布 對 你為什麼會 他一歲的時候你才十歲 對啊 那個時候我就是保姆 你十歲就會照顧小孩 那你就是真的喜歡小孩 因為像我 那個時候我爸媽媽還有哥哥都很忙 在做他們的工作 還有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照顧我弟弟 這畫面很感人耶 十歲的小朋友在幫嬰兒 換尿布啊 就到現在我跟我弟弟感情是 非常非常的輕 那你弟弟有沒有把你當長輩對待 沒有 因為我一直把他當作 就是 隨身攜帶的一個寶貝 就是我去學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我都會帶他 蛤 太另類了吧 你說他還是嬰兒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子抱著他出去 沒有 不是嬰兒 但是可能 就是說 就你們去打撞球的時候 你就帶了一個嬰兒去放在撞球 不是嬰兒 可能三歲之後 三歲 會走路的時候 像我這次在拉斯維加斯開演唱會 然後跟很多很多大學的同學都來了 然後看到我弟弟 哇 他們都嚇到了 因為他們都對他很熟 我們那個時候在念大學 我們還會一起派對 然後在派對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 一個 十或十二歲的一個小孩子在現場 他說 我第一次喝啤酒 就在你們的校園裡面 十二歲的時候 所以你真的 在給他很多的小時候的回憶 都有你在裡面 對 好 還有題目要問嗎 還有 還有 請問 你第一眼會欣賞女生哪一個部位 請作答 一定是眼睛 對不起 中文講部位的時候是指比較大 大片一點 比如說臉 絕對是臉 絕對是臉 是啊 那臉要漂亮還是怎麼樣呢 哪一種類型 臉要有感覺 要有表情 你從街角走過 我看他瞄人家臉是怎麼瞄的 你在喝咖啡 要瞄人家臉 你也沒有講在那裡吧